大家好啊 今天啊 给美国人出个主意 为啥呢 因为我听说美国方面正在研究 我对这个这个 欧亚大陆和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这个 新的区分 有个新的世界观 一种新的学说 安格鲁萨克逊的这个海洋文明 英联邦的这个 和欧亚大陆上这些 陆地文明的这个区别 包括历史一些 好像现在美国方面正在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也拿出一些对策 包括蓬佩奥啊 川普啊 包括白宫的一些幕僚 这个这个班农就不说了 那个班农看完我视频好像是 怎么说呢 非常生气啊 因为是 怎么说呢 这个像文贵啊 他们跟班农不在一起吗 好像经常看我视频 哎呀 那么我呢 现在之前呢 从一带一路啊 要抹黑一带一路 这互联网上的抹黑声浪不断呢 但是国内的这个互联网 包括那些学者 做的一带一路的视频 没人看 反而是我说一带一路啊 把什么 把一带一路给挣过来了 就没有在抹黑一带一路 就说我的视频对美国社会 还有对恨国党媒体啊 是产生到影响的 就是包括现在CCTV也不是看了啊 专门看我视频了 因为我视频的通俗一懂嘛 其实CCTV那帮主持人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一带一路 还不会我懂呢 这已经能明白了 我跟你讲清楚了 那么呢 既然是不是 这么多政治人都喜欢看我视频 多少我也给点建议吧 我接着昨天说 现在给白宫出建议了 白宫出建议 咱们是一条船上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心连心 我这话没有说错吧 别老说了 好像是互相之间深仇大恨 哪有那么多丑 哪有那么多恨 心连心 咱们在一条船上 你好 我也好 是不是 咱们的敌人一致对外 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呢 咱们一致对外 咱俩好就行了呗 完了 说完这话 有人又是挑小小毛病了 说怎么又亲美了 没事 我呀 我还亲额呢 我他妈谁都亲啊 所以我这人啊 到哪都能吃得开 我他妈谁也不反 好了 说回来了 美国总统 你踏实了吧 我也不反美 是不是 我不反美啊 咱们先行 以后一条船 出去一起打劫 是不是 哎呀 这回放心看我节目了 那咱们谈谈美国啊 这美国现在的问题挺大 做好了 各位啊 川普也做好了 蓬佩奥做好了啊 哎呀 伊万卡呀 伊万卡进来吧 进来吧 伊万卡就坐在边上就行了 啊 那个 那女婿就不要进来了 啊 犹太人 是不是 也不要再听了 什么 你听完了也没啥意思 你们现在应该跟俄国和啊 和沙特 搞好关系 是吧 这是你们后续 以色列最大的问题啊 哎呀 这怎么前总统 这个 前总统都到了 我天哪 好几位总统啊 柯林顿呢 怎么边上做个莱文斯基啊 你俩不能做啊 你俩不能做 把那个啊 那位女克林顿总统坐在中间 希拉里坐在中间就行了 分开啊 你看这个 哎 你说这个画面多么美妙啊 都来听我课了 是不是啊 这白宫多热闹啊 这里边 是不是 行了 那咱们开讲啊 都做好了啊 各位白宫领导都做好了 咱们开讲 我上一集啊 上一集说的什么呢 说的这个 美元去哪啊 美国现在不QE吗 发了洪水了 无限量啊 这水下来得有什么承接啊 我上一集讲过 这石油已经跌到20美元了 以前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个水下来 用石油 是不是 用这些大宗商品 这价格一上去 我就能接住这些水 这些水可以啥 蓄水池 蓄到哪 蓄到石油 蓄到石油 蓄到矿石 铁矿石 蓄到其他能源产品上 但是现在啊 有个问题 这么大洪水 比上一个水 水量还大 但蓄水池突然变小了 对啥 能源需求少了 价格还低了 那大家需要在能源上花费的钱就少了吗 那你说我能源上需要的钱少了 那这么多美元去哪呢 哎呀 美国总统是不是着急了 哎 川普先不要啃手指头啊 不要听的那么紧张 我给你啊 慢慢分析 有套路 慢慢就把你套住了啊 咱们呢 可以找一带一路啊 川普慢慢的 先别走 别走 先坐下 一带一路对你美国没啥影响 咱们是一条船上 你听我跟你讲完 一带一路啊 你想啊 你那么多洪水下来 得有个池子装 现在看世界 能装下你这个美元 能装下你这么多美元的 世界有哪些池子 石油肯定是不行了 石油看来是不会涨上去了 就算涨上去 各国需要石油的这个动能也没了 对不对 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了 那么你美国这么多洪水下来 又没地方存储这些洪水 这些洪水最后还会什么 一个地方没有存储水的话 水下来没有存 水会一个反作用力 再打回去 那个时候你洪水就交到你美国了 我说了 你那个美国的物价就碰 美国总统就碰 飞出太阳系了 是不是 所以不可能让美元再回来 那时候整个美国会垫边地狱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一带一路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 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 绝对能把这个危机过去 我觉得川普不要把一带一路想的 好像就是对中国有利 这一带一路现在可以救你们美国 你这么想 你美国现在手里有钞票 有那张纸吧 中国呢 有一带一路 有什么 有基建 有工程 修桥铺路 大量制造业 是不是 还有聪明的工程师 非常好的民工 全世界到哪 铁路 基建 港桌 大桥 什么什么高铁 我们中国都可以造 你美国手里有钱 你这个钱 又需要找一个地方向蓄水池蓄到那 那你想一带一路正好是这个蓄水池 怎么讲 你看 你把钱通过一带一路先送到中国 中国通过这个一带路 撒币吗 不大撒币吗 是不是 撒到非洲 撒到欧洲 撒到美国 现在撒到什么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全世界 南美洲 都什么 盖机场 修大楼 建铁路 修大坝 是不是 这你想 这些基建量 全世界得需要多少的 是不是 基建设备 基建能源消耗 整个世界经济就带动起来了 你美国经济也就 咔咔咔咔咔 开始动了 你这台修了的 秀极斑斑的机器也转动起来了 需要到你美国也采购大量的物品 你看你美国这个能源 虽然需求减少了 但是如果转动起来以后 你这能源没准需求量上来了 整个经济 世界经济又变成正向循环了 道理懂不懂 就你美国现在有钱 就你美国现在有钱 大量的美元 又没地方去 去哪啊 通过中国到一带一路国家 那些国家穷了 他没有这个基建设备 也没有基础设施 有些国家连自来水都没有啊 你看那非洲国家 那咱们中国 有这个能力帮他建 你美国呢 是不是又出钱 中国出力 然后建了这些以后 在当地 咱们俩这啊 四六 三七 二八不行 二八 二八有点太不是人了 咱们我觉得啊 就五五开就行了啊 你拿一半 我拿一半 咱们在这个全世界 搞这个基建 你出钱 我出力 是不是 这样大家都撒币 你美国也撒币 这样吧 人家非洲至少 喝着自来水了 公路有了 基建有了 当地老百姓 是不是 哎呀 欢声鼓鼓 举着中美两国国旗 摇旗呐喊 川普万岁 习近平伟大 是不是 你看这一带一路 中美合作 一带一路 这个畅想怎么样 你看也把美国的问题解决了 一带一路啊 中国这个蓄水石 现在是 马上要超越美国GDP 那你想 中国这个蓄水石 这个量 和你美国下了这个水 这个量 一讲 哗 一扬 扬到全世界 是不是像一盆水扬到撒哈拉 一下就蒸发了 你美国也没有通货膨胀 我中国也没有 而其他国家又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发展嘛 公路也有了 铁路也有了 是不是 基建也有了 中国呢 工程师大量有工作 就可以出国去工作 啊 挣的都是美元 是不是 你还给我们付工资 我中国还可以大量采购澳大利亚矿石 建钢材 修什么铁路 是不是钢材吗 修大坝 需要钢材 大量采购石油 是不是 大量运输啊 经济争争日上 美国也争争日上 既解决了你这么多美元没地方去 非洲人民啊 什么包括意大利人民 希腊人民 南美洲人民 又得到了啊 自己想要的自来水啊 体育场 体育馆 公路啊 学校 技术设施还改善了 然后呢 生产这些东西的国家 下游的啊 矿石的 这个澳大利亚 他经济也好转了 那么人啊 是不是啊 工作也就多了 哎 整个好像全世界经济都变成正轨了 你看我这个倡议怎么样 肯定啊 我觉得肯定啊 你们研究研究 会琢磨琢磨的味儿 但如果你不想合作 中美不合作呀 那么最后 中美呀 就各干各的了 那你美国这个洪水啊 我告诉你想进中国 也很难 也很难 中国呀 也会 有自己的办法 把你这股洪水 引到别处去 撒闭吗 肯定是 你在洪水 我不能这么端着这 这张什么发了霉的纸 是不是 这纸不能下膽啊 是不是 我抱只猪 也不抱这个纸啊 猪还可以下个膽呢 这纸抱一万年 不还是纸吗 肯定也 还是一带一路 你这洪水 你给不给我 我这个 还是把这个钱 让他变成什么 变成真正的财富去了 造福于人类 这就是我说的 那么 你美国其实加不加入 中国还有自己的政策 还是要玩 那是你美国现在不加入一带路 我现在看不到你美元去处啊 如果你美国有其他的去处 我觉得 那最后会冒出来的啊 你忘了 你这么大一用池的水 你往个小 小水坑一浇 那马上就买 买完了 剩下地方还是没地方去 还是会让回你美国 所以啊 现在看全世界能容得下 这么大QE 这么大印钞票 这个量的 这个蓄水池 就是中国 一带一路 这一带一路 你想沿着这一路撒下去 多大QE都没事 当地老百姓也 是不是 该得到好处也得到好处了 是不是 然后 你美国 中国 让人当地都 摇旗呐喊 说你好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好事 美国经济也正向发展 中国经济也正向发展 世界又回到了十年前 大家美好的那个岁月 这不就一个循环吗 我觉得 各位听完了以后 回去想一想 美国加入一带一路 解决中美两国的矛盾 可以研究研究 如果合作成功将是人类之福 也是 也是这个 中美两国利用自己的长处 美国签名印纸 是不是 中国去造 去干 两家一合作 世界之福 人类灯塔 中美两国领导人 手挽手 走在夕阳下 山湖海啸 万岁 我的妈呀 这场景 场景 后面跟着 全世界领导人在后面 我天哪 这场景 行了 不说了 到这吧 美国总统 研究研究 千万千万 想想 美国加入一带一路的 这个宏大远景 明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